大家好,我是F姐,歡迎收看F姐酒談,我們來談談酒 今天我們來談的是喜愛白葡萄酒的人一定會知道的白葡萄品種 Riesling 這個葡萄品種有個很溫柔的中文名字,利斯林 雖然有人會叫它雷斯林 可是我在喝Riesling白酒的時候,感覺到的是甜甜酸酸的口感 還有清爽的花香味 說到Riesling,我們就不得不說到這款葡萄的原生國,德國 德國本身的白葡萄酒和它的啤酒同樣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產品 甚至於有人說世上最值得喝的白酒就是德白 德國白酒 德國白酒的地位主要就來自於我今天要介紹的白葡萄品種 Riesling 它被認為是最重要和最好的釀造白葡萄酒的白葡萄之一 為什麼說之一呢?因為我們也曾提過全球賣最貴的白葡萄酒 法國Burgundy的Châteaurnais 還有意大利一年賣五億瓶最受歡迎的Moscato 這些白葡萄都是非常有地位和不同的特色的 Riesling一樣有著不可撼動的地位 跟Châteaurnais Sauvignon Blanc並列為最重要的三大白葡萄酒 全球有一半以上的Riesling都是德國種出來的 那德國也把最好的葡萄田都拿來種植Riesling 就是德國北部的Mossel產區跟中部 還應夠萊茵高產區 Riesling的分級很特別也很科學 它是用葡萄的成熟度來分級 你也可以說成是葡萄的含糖量來分 真的很有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吧 科學科學 大部分市面上看到的德國Riesling 會是最底層QBA等級以上的酒 在以下的就是所謂的日常餐酒 比較少出口到台灣 QBA可以翻成是優質葡萄酒 它是占德國白酒最大宗的品項 在法規上是允許加糖的 QBA以上叫做高級優質葡萄酒 這級別的酒只能有葡萄本身的糖 就不能再外加糖分了 在高級優質葡萄酒裡面 又可以依葡萄成熟度 甜度分成六級 這些等級的文字都會放在酒標上 你買酒的時候要注意 第一級的酒我們叫做Cabinet 珍藏級 由於採用了很完美成熟的葡萄 所以酒體的果香很明顯 酸度很明亮 在甜度就看釀酒師的心情 它有不甜的Dry也有明顯甜度的酒 硬要說的話它是手搖飲的一分甜至三分甜 對於愛手搖飲的台灣人來說 是很討喜的酒 再往上看一級是Spot-lice 這是晚摘型的酒 顧名思義就是它比較晚摘 就是讓它更熟才會摘掉它 為什麼會出現晚摘這件事呢 1775年那時候酒莊要採收葡萄的時候 都要禀告莊主 酒農不敢自己採 可是那一年莊主可能喝太多了吧 反正就不見了 整個延誤了14天才核准 所以要採收的時候 葡萄已經熟到有一點乾扁發霉了耶 可是酒農的辛苦會白費啊 他們就不管了 反正我就採下來我就來釀造了 結果味道非常好耶 所以這種晚摘的葡萄酒的酒款就出現了 Spot-lice也有分甜跟不甜的酒款 大概就是三到五分甜的概念 如果酸度跟香味能平衡 那就太完美了 再往上一級呢就是Ost-lice 這叫做精選級 這個等級的酒當然就更甜啦 比它樓下的Spot-lice晚摘級的還要更甜更熟 可是相對它的酒精就稍微低了一點 它是類似茶飲的八分甜 然後它因為量比較少所以價格也會比較高 再來就是BA等級 BA等級的葡萄呢其實它是一粒一粒被挑出來的 而且它也被貴斧菌感染到 所以乾縮成為香氣酸味都很濃郁的個體 大家可以對於貴斧菌可以參考之前講的貴斧酒 貴斧菌感染到的Resilin葡萄呢 它的酸度跟果味其實是很鮮明的 所以會讓人覺得很爽口 再來就講到金字塔等級的兩款酒 一個是Ice White冰酒 還有一個是TBA 更精選的竹力挑選的葡萄 那這兩款酒其實不好買 而且你口袋要夠深 那Ice White冰酒呢其實顧名思義嘛 葡萄被留在葡萄樹上過冬 然後結成一個冰球 它的水分就濃縮掉了 但是冰酒不是每年都有喔 也要看老天爺給不給喝 因為冰酒的葡萄放在樹上等著那一夜非常冰冷的寒流下來 馬上結成冰之後就要採收 可是有的時候果農痴痴的等 那一夜寒流就沒有來 也沒有辦法 TBA就是剛剛說的BA的逐力挑選的精華版 所以其實更難挑更難選 今天跟大家講的這個Wesling 它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甜度和酒精度是成反比的 你就看酒標上面的酒精度 甜度越高酒精度越低 再來Wesling雖然甜 可是它的酸度要夠 才能良好的平衡 第三個重點是 德國酒是很科學化的 所以你用甜度來選酒 就不會踩雷了 夏天你會發現很多賣場或是酒商 就會推出Wesling週 可見它在台灣受到的喜好程度 那你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去選一瓶來喝一喝 那我們就再見囉 Cheers! 我記得點贖一下 我記得點贖一下 我記得要你做的 請給你快樂 我記得一點點贖一下 可以進一些 我們下午清百貨